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先把米洗乾淨 大概洗個兩三次 就可以了 用熱的開水 先泡五分鐘再來切 這樣子南瓜切的時候不用那麼費力 皮只要洗乾淨就可以不用削掉 就把這個紙先挖掉 南瓜燉飯大概半顆的南瓜就夠了 不要切太大 一小時的鹽巴 胡椒粒適量 一大匙醬油 油一大匙 然後南瓜進來 再來是堅果 最後兩杯水 蓋子蓋起來 南瓜燉號我們已經跳起來 現在燜大概10到15分鐘之後就可以開蓋 然後稍微把它攪拌一下 南瓜燉飯上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